确实您看到 外媒跟不少中国专家都开始臆测 李克强突然辞世 或许跟中共派系斗争不无关联 因为李克强过去可以被说是习近平 最恨也最怕的人 而李克强在过去的派系上 被归在团派 团派中有谁呢 像是中国前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跟前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但是这些人现在都落寞 在去年中共二十大 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 被浮出场的画面 大家含历历在目 当时就象征团派的瓦解 刚刚讲到的前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就是胡锦涛力捧的国家接班人 可是在那一天 他的名字也是被硬生生 从政治委员名单拔掉 今年三月李克强黯然退场 接棒的是习近平的爱将李强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五号 是李克强从政生涯巅峰时刻 上任总理的他是全中国第二把手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共同执政被称作习理体制 但在习近平不断借由反腐 提升权力之下 李克强慢慢变得 只有听命办事的份 李克强学经历傲人 学的是法律经济专业 与外国政要也能以英语流利交谈 他曾是团派当中一名 被寄予厚望的人物 但被习近平视为非我族类 团派指的是共青团派系 这类的人大多曾在 共青团机构位居要金 属于只有大学以上学历 但低调不张扬的一群人 大部分都是平民出身 而非中共元老后代 代表人物像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李克强以及前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原本团派当权的局面 逐渐被习派打破 习家军又称之江新军 这个派系人物 多半是习近平从政以来的 门生顾利 之中很多曾跟随习近平 在浙江福建当地方官 习近平掌权后 吸收了不少航太军工产业的 技术官僚 充实自己的派系 代表人物除了习近平本人 还有现任总理李强 以及排名第五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 如今政治局七常委 已全数由习派南瓜 团派全军覆没 在整个党国定于一尊的 政治氛围下 李克强本身承受不小压力 最后黯然退场 更在卸任七个月后 走下人生舞台 华日新闻无线场 李韩维报道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